阿囉哈 前面喵咪 到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歡迎收看 我們隨便打到隨便打環節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打一下 就是最近大家一直都好像是 想要相看整瓶打熱關卡 也就是我們這一次好像是 全新能夠再進化的一隻角色 沒有錯 那就是我們的異地環節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啊 在這個任務的主要地方喔 我這個打倒前藏在這個古代樹的 這個神秘生命體吧 通過古代樹迷宮關卡 等級1的這個第6關即可獲得好不好 那挑戰過後的話會有這個金券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會有這個異地啦喔 這個 無法接關 然後我們好像還沒有打過這個是不是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這個挑戰關卡 我們就來試試看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來試試看好了喔 獲得神面的人物各位 然後大家說這隻好像很強喔 古代樹緩解啦各位好不好 Let's go to go 各位 我這邊是不是應該要帶多一點什麼鬼東西才對啊 喔唷 欸欸 它有這個 大護盾環節好不好 有這個大護盾環節看起來 喔唷喔 欸這隻 這隻很小 很帥很小隻欸 喔 開扁了 然後我們這邊用這個娜娜先來弄一下 它這邊基本上好像撞不太到我們喔 我們這邊烏龜殼唷 好唷 看起來好像還行喔 交給娜娜就可以了唷 喔唷唷唷 喔好吧 但我沒說 因為它其實是超多隻的好不好 難怪我覺得它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原來是因為它很多隻啊 很多隻的話它好像就比較偏麻煩了各位 而且它其實 很不容易死欸說真的 我已經打了好幾隻了 第三隻來了 OMG它不會是三兄弟吧 而且後面還有這個 還有帝王 欸真的假的啦 我的天 他們好 喔他們有那個欸 他們有防那個 防獵波的這個攻擊 所以他們是不怕這個的 我覺得放了這個未來貓好像就還行了吧 不是啦 越來越多隻啦 幹嘛啊 轟一下 他們到底死了一隻了沒啊各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好像被車彎 好像死了一隻了各位 好像死了一隻了 然後死第二隻了 威殼這邊好像還不錯 但是 不是 老哥 要來幾隻 你們是要來幾隻 OMG 欸白癡喔 這是什麼啊 異地兄弟是不是啦 一堆這個異地兄弟耶 OMG 我想一下喔 這關應該帶上那個誰啊 應該帶上那個 未來貓 未來貓一隻 然後能夠扛嘛對不對 然後看起來 烈坡這邊對他們沒有用 所以我們那個誰 我們那個 欸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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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躲龍應該對他也是沒有用的喔 好然後這邊這兩隻下來 然後 天子炮應該也可以不用 我們換個低速炮 然後這樣走起 我覺得那個誰啊 鋼鐵貓貓感覺應該是可以 可以幫一下耶 因為感覺他們好像 不太不容易穿盾 對他們好像不容易穿盾 所以我們這邊 那個鋼鐵貓的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 可以弄一下這樣子 然後 那是康康五貓也要帶 康康五貓也帶一下 然後 這邊 對鋼鐵貓 我覺得可以當一個 因為剛看龜殼帶一些都還算是不錯啦 那烏魯里感覺 他確實還是可以還到啦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好了 然後這樣子加 揮腳貓加這個坦克 應該是可以吧 這兩隻 好 走起 不知道剛剛可不可以耶 這就是哲平的這個 基礎亂組隊法好不好 這個先出去 然後這個出去 直接把他撞死耶 OK 然後烏魯里這個都先出去 我們就是開始建立防線 你知道嗎 有龜殼就出龜殼 然後讓龜殼建立防線這樣 應該可以 瘋狂的 然後娜拉 烏魯里 沒有 我覺得有這個 未來貓這些應該就夠了 滿夠的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那個龜殼爆開 我們就沒有人可以就是 保護住我們 開個慢速 不要太 不要太 不要太囂張 開個慢速 好 未來貓走過去 喔 然後躲洞這邊可以耶 而且 好像打死一隻 打死一隻之後他的那個 塔盾就爆了 各位 好吧 好吧 但我們還是 還是被帝王弄爛了 還是被帝王弄爛了 但是你們看我們這邊的這個 鋼鐵貓確實 確實很不賴喔 對 鋼鐵貓確實不賴 好 緩速一下 陸煞 可以 貓陸煞 但我感覺好像就是我們殺死了一隻 他就會出更多隻是不是啊 對啊 殺死一隻出更多隻是不是啊 死了一隻 我靠 死了一隻然後來個四五十隻 腰了個咻 拜託 陸煞 轟一下 我靠 不是啊 是可以這樣子搞的喔 我的天啊 陸煞 轟啊 真的耶 我們好像殺死一隻 他就補個兩隻是不是 我靠 太浮誇了吧 殺死一隻補兩隻 哈哈哈哈 永遠 永遠再生喔 夭壽 欸真的耶 靠 這是殺 殺小啦 永遠再生 哇 死掉一隻就再生欸 你們有看到嗎 死掉一隻生一隻 沒關係 我們就用正攻打法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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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我們來試試看 搞不好 搞不好有救 正攻打法 死掉一隻 死掉一隻叫兩隻 欸好像好像沒了喔 看又來了 欸真的是死掉一隻叫兩隻耶 Holy蝎 好 這邊看來要叫那個 土偶他們了好不好 土偶啊 然後那個 陸煞應該就不要了 烏魯里也不要了好不好 叫那個土偶跟 那個 那個 弗羅跟那個 伊邪納奇吧好不好 來 然後再來就是 伊邪納奇好不好 什麼都打好不好 什麼都打 給予古代種就是有 有不錯的這個傷害 然後鋼鐵貓這邊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不然 這個也不要 我們叫 弗羅出來 感覺應該會比較好好不好 好 來吧 夭壽喔 這什麼鬼啊 他是不是真的是打死一 打死一隻然後叫兩隻出來啊 如果是的話那很狂耶 打死一隻叫兩隻 好 我看一下喔 這邊就先敵不動 我不動 然後現在申請錢包 我來了第一隻 那就是伊邪納奇 然後土偶 不知道這樣捅不捅得掉啊 紅死一隻了 感覺好像也是要儘快趕快把那個 後面的帝王給車死 不然那個帝王應該 就那個 我們可能要趁他就是 複製的這個環節趕快 再叫更多隻出來 好 開頭 好 這次好像比較好一點點喔 這次好像比較好一點點喔 打一下 捅一捅二 有囉有囉 有囉有囉 派出我們的大哥就對了 有有有有 然後圖偶在這邊扛啦 圖偶也是很重要的各位 捅一捅二捅三 哇靠完了 再一個 他感覺好像是隨著時間越出越多隻啊這樣 對他應該是隨著時間越出越多隻 所以我們應該要快速給他解決 OMG來了 到底是什麼鬼關卡呀 一次 一次活那麼多隻是怎麼樣啊 我的天啊 那感覺好像 不太夠耶 你看 越疊越多隻了 復速增加 你好像也不用打死他 他就是會出這麼多隻各位 對你好像不用打死他 他就是固定會出這麼多隻好不好 哇靠 我想一下喔 但我們這邊這一次就是 帶了這個盾牌也是比較偏少 因為我帶了一大堆其他的這個東西 OK 哇靠了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鬼玩意啊各位 OMG 好 我們來 多一點盾牌看看好了好不好 要求我 那我們這邊就是怎麼樣 把前面這邊的這個 補錢的這個部隊全部拔掉好不好 把補錢的全部拔掉 然後我這邊直接 上那個最猛的陣型 然後再加MAX好不好 就這樣走起 來來來來來 然後 跳跳貓 這樣子看看啦好不好 再看一下有沒有那種打古代種很厲害的 古代種很厲害的貓貓有沒有來一個 這邊的話看起來 熊大輸出 熊大輸出的話 古代種 還在打個暫停啊 不知道暫停對他們有沒有用 白無夠 對我還有白無夠對不對 白無夠緩速 對好 完全換就白無夠了 好那就這樣走起看看 欸這如果再沒辦法 那又是一個卡關了耶各位 又是一個卡關囉 好來看看 這一次有沒有機會 一樣1血那血 先出3 捧1捧2 捧3 捧1捧2捧3 我們剛剛其實都有就是順利打到他塔下好不好 那是最接近勝利的一刻了各位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想辦法把那個誰 把帝王給弄掉 不然帝王真的也是會把我們弄弄得很慘 沒錯 可是我們應該直接直接弄8步 直接回塔是不是有機會的啊 對啊我們這邊就是瘋狂被這個帝王弄死然後就差不多沒了 對你看我們這邊爆開 但我們這邊的這個什麼我們這邊的這個 鋼鐵貓貓確實 很撐啦好不好很撐 不行耶這幹不死耶 對啊這怕沒牙耶 目前來說這個 好扯喔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這個塔 打這樣也打不下去 還是除非除非我們就是要再看一下那個什麼 哇這個到底是什麼無限生殖啊 無限繁殖耶我的天 有辦法撐住嗎各位 在氣跨買幾雷 無限繁殖 死了就來 然後現在就是瘋狂就是直接被撞死了各位 活都不用活了各位 那卡他們上線 喔好像 好像有有點小機會喔 只要撐住就好了喔 沒有他就 我靠 另一P又來了 我靠 不是啦這是什麼無限複製之術啦 我操 對啊這是什麼無限複製之術 太浮誇了吧 永遠出不完耶 還會再復活 OMG 撐住撐住 一直拚了 交給白狐狗了各位 喔唷 萊登多了 OMG 白痴喔終於是 後面那個帝王 不是啦這到底是幾隻啊 我們還在撐耶 這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鬼關卡 請告訴我 蛤 這什麼 這什麼怪關卡啦 我的天 他好像真的是有一定的這個數量 對啊 我覺得我們慢慢撐 搞不好是真的可以撐住的耶 可是我覺得這邊 要再看一下要怎麼辦呢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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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